爱的三位老师 他们分别是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图磊图老师 欢迎他 著名作家 陆其璐老师 欢迎他 来自世纪家园的 高级副总裁 曲伟曲老师 欢迎他 今天我们请到的 明星嘉宾 是大家非常熟悉 和喜爱的影视歌 三期明星 孙昊孙老师 欢迎他 好了 接下来看看 今天三队 在情感当中 碰到了困惑的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 碰到了一些什么坎坷 先看第一队 我俩在一年前认识的 当时是在酒吧认识的 好像处了一段时间 对我也挺不错的 妈妈妈妈 我俩就开始交往 真正生活到一起了 我觉得可能 我有的地方 适应不了的 他平时总好好出去玩 总有好多人去接的 每天都有不同的人送 作为男人来讲的话 我觉得挺不好的 这件事情 我也挺不能理解的 也没什么 就是单纯的朋友关系 但他不这么认为 总是会吃醋 回家之后 就对我大吓大叫了 我觉得这样特别不好 压根就不信任我 现在我就是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管多了呢 我又不敢去管 管少了呢 我就怕没有效果 他在走 其实我觉得 我现在也挺矛盾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渐渐松开了 距离幸福 还远远的 夜夜声歌啊 无法忍受 接下来就请老师们 帮助出出招 来 掌声请出这对情侣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颜 23岁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职员 女主人公小周 23岁来自河南 是一位公司助理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你们是在酒吧认识的对吧 对 怎么认识的 当时我跟朋友打了场球 输了要答应对方一件事 我输了 他就让我穿了挺怪异的 一件T恤 坐在那个酒吧里 自己喝酒 有多怪异的一个T恤 是一个白色的T恤 上面有两行字 写的是无聊 求搭讪 我自己坐在那一会儿 后来他就过来搭讪 就这么久认识了 我不知道是个什么心理啊 就是看到人家身上 有这个无聊求搭讪 这样的字样 你就过去了 不是 我无聊啊 没意思啊 去夜店玩 姐妹们都去跳舞了 我一个人坐那儿 看他也求搭讪 就聊聊呗 就聊上了 啊 后来怎么就发展成恋人了呢 我对他印象也挺好的 觉得他人不错 互相留了电话号码 一起吃个饭呢 打打电话 发完短信什么的 后来就顺其自然在一起了 现在的问题是 你说他夜夜生肖是吧 对 天天都去吗 有点夸张吧 基本上都是吧 这没什么夸张 他打电话 问我在干嘛 我当时也怕他担心 说我在公司呢 他听着就不像 再三地追问一下 就是我说 我说在家呢 有点身体不太舒服 有点难受 他就安慰了我几句 让我多吃点药 多喝点水什么的 就挂了说他那边还有事 到下午的时候吧 我就听到那个 有人敲门 我就过去去开门的时候 看到他回来了 其实我也挺感动的 当时 你们俩现在这个交往有多久了 两年了 那说明感情还可以啊 你相信他吗 有的时候吧 也相信 有的时候也不相信 什么时候不相信呢 就是他总跟一些人出去玩 就是说你玩的时候 你应该告诉我一声 跟谁去 或者是干什么去 或者是你早点回家也可以 或者是你接个电话也行 他从来都没有 那你就玩你的呗 对啊 我说了 我让他出去 他跟别人出去 我没管过啊 我没阻止过他 你的意思就是要互相独立是吧 对啊 我得有自己的空间啊 我不能24小时 他被他看着 我被他管着啊 就因为这些事吵是吗 对 平时的话 我俩也没有 因为什么生活上的事 就是吵架 就是因为这些 少来的怎么没别的呀 我上回老家 你还把我拽回来呢 你为什么回老家 自己心里没事吗 回家看我妈不行啊 你是回家看你妈妈 不想我妈 是吗 是 你确定吗 怎么不确定啊 你们别这个话里有话的 他不去看他妈 他看谁去了 他那次回老家 是因为我俩吵架了 我俩那个 当时认识一周年的纪念日 我准备了晚餐还有花 一直给打电话 一直就不接 我就坐在阳台上等他回来 但是我看到是一个男的 送他回来的 先不说别的吧 就是说对这个日子 你都没有去在意 你不觉得那天很重要吗 不觉得 要真的觉得特别相爱 他哪天都是纪念日 还用得非得定一日子吗 反正他都常有理 不是 我常有理 晚了就是啊 是是是 那天回来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那个男的是谁 晚了之后他也不告诉我 就是懒得解释 我就觉得他没有把我 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我这个解释一下 我知道你天天都是纪念日 但是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你跟人说一下吗 我说了朋友啊 我同事送我 就朋友送回来的是吧 对啊 往顺路啊 每天有不同的人送你 天天都顺路吗 那么多人都顺路吗 怎么了 哎 我穿这么漂亮 这么样 然后你要我挤公交车吗 还挤地铁啊 所有人都在看我啊 不会吧 我穿成这样这么短的裙子 不是还想 我还怕人家长便宜呢 不是 您就别穿 那么短的裙子挤地铁了呗 那不就是了吗 我不想挤地铁 打车太多了 开车又不要我钱 所以就老蹭别人的车是吧 我不是蹭别人 心甘情愿送我 挺好 你看你找了一个万人迷 你看 接着呢 就吵架了 对 就吵了几句 完了之后 他一气之下就回老家了 但是我以为 可能是一时生气吧 就是说这两天 可能就回来了 但是等了 大概有一个多星期吧 都那个打电话也不接 后来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吧 他一个最好的朋友 告诉我说 他和老家有个前男友 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 在一起四年了 说感情也挺好 当时就因为 他来北京没有办法了 他跟那男朋友分手了 但是他那个男朋友 一直在家还在等他 有的时候会给他打电话 发点信什么的 那证明我好啊 值得有人等啊 你不现在也是吗 来录节目就想往回我的吗 一样啊 对啊 我知道你好啊 所以说我才这样吗 对啊 我为了挽留你吗 那你为什么说别人啊 怎么怎么怎么啊 等我怎么了 那那个前男友到底断没断啊 断里啊 我们只是亲情没有爱情了 早就断了 我发现你把这感情格式化得特好啊 对啊 朋友是一种格式 亲情是一种格式 爱情是一种格式 对啊 分开啊 我们以前谈的是爱情 后来就变成亲情 他四年怎么可能没感情呢 但是你说平常家里有什么事的 我前男友还跑去看我妈 帮不忙什么的 挺好的 你能吗 你行吗 你行吗 那你告诉过我吗 你跟我说过吗 我说了你能从北京跑的那 能做到吗 我能做 少来了 我一看就没戏 我跟你说 我不是看不起你 那你去了他老家了吗 我去了也承认错误了 觉得可能说自己说话 有的时候可能太重了吧 来之后把他接回来了 当时他也答应过我说 那个说要改 尽量少去玩 但是后来的话 他又变成这个样子了 从老家回来 待了好久一段时间 我都没去啊 我也没看到好哪里去 还是一样 他不好是什么不好 我平常在家说的 比如帮我把衣服洗了 饭做了 他都不干 我平时工作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像他这样的姑娘 我可以这么跟你们说 他是好女人讨厌他 坏女人讨厌他 好男人讨厌他 只有一种人喜欢他 就是浪荡的坏男人喜欢他 自以为生活很充实 其实是虚度年华 自以为把男朋友跟朋友界限分得很清楚 其实根本就毫无下信 嘴上振振有词啊 全是他的道理 但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是最有道理 什么事都他道理 就自私的人 什么事首先的立场就是 我是对的 这年刚还有不对自己好的人吗 那么傻子吗 就你最聪明 但最后吃大亏的就是你 说到底 这个是你男朋友吗 我不觉得 我觉得他是房东加保姆 对不对 除了这个之外 你还有什么呀 不往外放你跟他的合影 不对外介绍你跟他的身份 甚至于 我跟你说 你在他心里面 跟那些朋友还不知道谁情谁重 你不就是他保姆 说几句谈恋爱的事 想谈恋爱跟做好谈恋爱的准备 是两个事 有些人是想被爱 他就是想被爱 他没有做好准备去爱 为什么 因为谈恋爱是为了一棵树 而放弃整片森林 当你没有准备好放弃这片森林的时候 因为你没有对这棵树 没有足够的爱 我想我 我现在很诚恳的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 就是有意的社交 跟无意义的社交 有意义的社交是 你可以从中学到东西 或者可以办成一定事情的 叫这种社交 叫有意义的社交 什么是无意义的社交 就是只会带给你一时愉悦的 叫无意义的社交 我不是说只要做有意义 不要无意义的 无意义的社交 每个人都必须要有 因为每个人肯定都有朋友 但是在你的人生里面 无意义的社交 占的比重有多大 你12个小时 都是毫无意义的 去跟一些人只是嗨 只是喝酒 你会觉得你的时间 非常不够用 你会觉得你的社交很多 你会觉得你的生活很充实 但到最后 你的人生是很贫乏的 因为就跟你说的一样 到第二天起来 除了头疼之外 你那一天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对你的生命 对你的人生 没有进行任何的改变 你现在还非常的年轻 你要记住我这句话 无意义的社交 一定要把它控制在 很小很小的比例之内 你的人生应该是去做一些 有意义的事情 夜店以前我也经常去 但现在不去了 因为觉得没意思 说一个故事啊 有一只公猪和一只母猪 不不不 不允设 听我说完 很有意义的一个故事 有一只公猪和一只母猪 非常的相爱 公猪每次都趁母猪 在睡觉的时候 帮她放哨 因为她非常害怕 在睡梦当中 屠夫会把他们拉去宰漏 久而久之 公猪变得越来越瘦 身上没几两肉 而母猪油光发亮 过一阵子公猪听见 屠夫们在商量 说要把母猪给宰了 因为她已经太肥了 从此公猪性情大变 只要是饲养员 送过来的饲料 她都可劲地吃 把自己吃得贼怕 而且要求母猪给自己放哨 母猪呢 就越来越生气 觉得公猪不像从前 别那么在乎自己 所以她也不理公猪 终于有一天 公猪变得越来越胖 屠夫们把她拉去宰了 在临走之前 公猪对母猪说 以后我不在你的身边 记住 少吃点 然后流着眼泪被宰 母猪看见公猪被宰了之后 伤心欲绝了 当天晚上 她躺在公猪原来睡觉的地方 墙上写着一行字 如果爱情无法用语言表达 我愿意用生命来证明 我无异于把这个故事当中的 男女主人公来比作女人 但事实上 你们俩人连这里面的男女主人公都不如 我只讲道理 你们愿意听进去就听进去 不愿意听进去 我就当时讲给观众的问题 论语当中有一句话叫做 既为德之也 幻德之 德之也 幻诗之 什么意思就是一个成语 幻德幻诗 男方就是幻德幻诗 没得到之前怕得到 得到了之后又怕失去 所以根本就不敢骂她和指责她 生怕如果我说了她 她就会离我而去 而女生是既不幻德也不幻诗 用通俗一点的语言来说 就是一个太把自己当人看了 一个太不把自己当人看 男方 其实在你心目当中 其实你对她一直以来是既珍惜 又怕失去 对不对 你知道她的好 也非常珍惜当初彼此在一起的美好时刻 但是因为你性格的懦弱 所以导致你觉得你照不住她 所以你很无奈 我到底该怎么办 你每天为死而烦恼 末将容易得 当作当节 不看 其实啊 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就叫做 是你的就是你 不是你的就不是你 你既然珍惜了 你在乎了 你努力了 如果她还要走 那只能说明是她有意义的问题 跟你没有关系 你做好自己都可以了 爱过你就好 女方我想跟你说的是 你太不珍惜了 苏东坡说 清风明月 曲之不吉 事项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 空气是免费的 清风明月是免费的 爱情也是免费的 但我们就是不容易珍惜这些免费的东西 谁说要爱情是免费 没想能活吗 对 还说起北风啊 有一种爱情 那不是免费的 那是坚强 真正的爱情都是免费的 赞同此理的鼓掌 你所说的不免费的爱情 那都是交款 好吧 我知道我今天无法说服 我只想告诉你的事 你可以不通往的意见 一天到晚依然是 夜夜深刻之最精力 只是希望在真正到了某一天的时候 当你真正感觉到你沦落了 或者你孤独你伤心的时候 记住千万不要来找男嘉宾 不要来害他 就这样 我差点不会找他了 说了很多点 用了很多成语 我最担心 你们所有人的话 变成最后一个成语 叫对牛弹情 对牛弹情 其实不是牛的错 是人的错 你懂吗 我愿意这么去解读 在这样一个场合 有的时候大家难免起急 先天他有一种 他觉得自己很漂亮 没有人这么去说过他 因为可能在他的这个环境里面 大家都会捧着他 所以难免会有一些极端性语言 我倒不认为说 这就是他的一贯的 一个常态的反应 我想老师们说的话 其实听进去听进去 听不进去呢 权当大家之间的交流 我倒觉得有几句话 我们可以简单地分享一下 这句话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不要认为你接近了权力 你就是权力的拥有者 不要认为你接近了财富 你就拥有财富 这大概是有很多人 在内心的一个很虚幻的东西 为什么会去夜店 在那寻找的是什么 为什么在阳光下生活的时候 没有快乐 恰恰在一个你认为很阿扎的地方 你能在那个地方 寻找到你的快乐 如果你能把这个问题 在你内心自己解答清楚了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好办了 年轻嘛 允许有个性 但是如果说你所有的个性 是违背了人基本的一些东西的话 我想可能会出偏差 不仅仅是爱情出偏差 人生也会出偏差 都是供你参考 最后要跟你说 如果真爱他 不是去管他 有本事 你就把它给转变了 我希望 能听进去一些 接下来还是把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我上这个节目主要的目的 我就是想 请 官们 来 各位拿起手里的表达器 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 和自己的价值观 刚才这个姑娘 把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一个层面上做了一个体现 你们觉得她这是对的 请选择赞成 觉得她是错的 请选择反对 来 各位 请选择 我提议你们可以给自己鼓一次掌 这个数据至少说明了一点 在我们的生活圈里 牛是少的 人是多的 来 你会这么做吗 绝对不恨 你会选择这样一种类型的女孩做女朋友吗 不会 为什么 太不伤心了 您的选择是 反对 是反对她的这种态度和做法是吧 觉得她俩不合适 是什么不合适 是人之间不合适 还是这观念本身就是错误 观念本身不错误 好 谢谢你 问一个有点生活阅理的 来 大姐 有孩子了吧 有了 男孩女孩 男孩 男孩 您儿子要找这么一女朋友 您同意吗 我坚决反对 理由 理由就是心灵不美 生活方式不是很正常 好 谢谢啊 接下来我们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来说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 我们两个呢 经朋友介绍认识 我为她付出了我所有的行 付出努力之后呢 她总是对我不冷不断 都快毕业了 不想想以后的事情 要去以后打算 要去怎么去做 怎么去努力 去奋斗 然后呢 天天整一些小浪漫 小惊喜 我真的觉得 这么大人呢 真要做我有点接受不了 我只想关心她 我只想关心她 爱护她 让她和我在一起感到很幸福 很快乐 我真接受不了这样的她 所以说如果她要是能改变的话 那就改变 改变不了的话 这样的话我真接受不了 她接受我的全部 她接受我今生要找的人 我希望通过这次调解 让我们重新回到以前 开开细心的过日子 男孩子说 我把心都套给你 干嘛不接受我 这里面有怎样的引擎 掌声有请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 第23岁来自吉林 是一名学生 女主人公小 第23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风称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你现在读大学是吗 对 我现在 临近毕业了 你是空称是吧 对 我是空称 两位怎么认识的呀 朋友介绍认识的 第一眼看的时候 我就心动了 大高个 长得也挺好看 我一直努力去追求她 一心一意地对她好 却换来的说 我是一个幼稚的一个人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委屈 你都站在这里 想跟我和好了 你还看不到 你自己的幼稚是吗 你是怎么对她好 你又是怎么觉得幼稚的呢 你们给我们举点例子 让我们听听好不好 记得是201314那一天 很有特殊意义的嘛 代表我一心一意的嘛 爱你一生一世 你又别说你发照片的事 你能不能不说那事啊 你不说我还好 你越说我来气 你多大了你啊 我在跟主持人说好吗 姑娘你让她说吧 接着说 我花了我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做了这么大一个心情 花了很多心血 很多心意在里面 我制作出了这么一段照片 拍的是首饰 就这样的首饰 一层一层围成一个心 厉害厉害 你真的不感动啊 挺浪漫的 如果我不感动 我不会记住你里面 有36张照片 拼成的一个心形 但是你知道你快毕业了吗 你知道我们要有以后吗 你有没有想过你以后的事情 那你有花这么长时间 两个小时 加上你摆手是照相的时间 你为什么不投两份简历呢 不想让你以后的工作呢 我毕业我会找工作的 我还会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的 你挣钱了吗 现在因为我还没有毕业呀 没毕业 但是你已经实习了呀 你就天天在家里去买那么多零食嘛 电视跟前一坐 不如看电视就是打游戏 是我回家之后 你做好了饭 在那坐着等着 但是这是一个男人 应该做的事情吗 难道你觉得我对你不好吗 就是说你想要什么 你对我的好 应该建立在有一定的基础上 想吃什么我没有给你买 最喜欢我们楼下那个肘子 那个肘子店 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 之间公用 而每天限制名额的 所以呢 我怕他下班回来晚了 我不能逛商场 只要我逛商场 我还正挑着呢 人家可好 已经试上了 我还没打包衣服呢 自己先买好件 你家里你知道 你放了多少粉红色的衬衫了吗 我买了吗 你买了呀 我这就买的有几件 再说那是粉红色的吗 家里的粉色和它是一样的吗 它有粉红控你知道吗 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是粉红色 我买的别的颜色的东西 它就会给我换掉 真的假的 你别说假的 实话实说 我承认我 有差别于粉色 那是它 它属于那个色差 那个色 就是粉系列你都喜欢是吧 那不一定 黑色我也有啊 白色的我也有啊 你怎么不说呢 好行行行行 为什么钻挑粉色啊 白色是我跟你买的 愣逼着你穿的 你敢说是不是啊 为什么钻挑粉色啊你啊 好了好了好了 这也没什么 孙老师不也常穿这个 这一系列的意思吗 假了粉丝 得得得得不说了 你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当然有 等我毕业以后 我首先要投一家公司 投一份简历 然后去面试 然后再规划 你学什么专业 学的人事资源管理 好专业 真好专业啊 专业好管啥用啊 就是不找工作 简历也不投 让同学给我发火啊 天上回去的时候 就一般零食 一般一个游戏机把的 按来按去的 自己按自己还说 哇塞我又输了 我简历不投 我简历不投 那不是为了你买肘子吗 你不要把这抓住 这个最新的事情 不放好吗 你天天去买肘子了吗 咱俩出去我买的是菜 你买的是什么 买的是零食啊 谢谢啊 难道你不吃零食吗 我吃多你吃多 我怎么觉得 这像两个女孩 姐妹俩在那吵架啊 你才发现呀 我跟你说 他就怎么说 就不像一个男的 现在对我来说 你知道吗 他对我一点都不好 真的 对我不冷不大 他对你一点都不好 你还跟他 他感情在那 我们的回忆在那 我永远就感觉 我现在 对你不好 谁跟你洗衣服啊 对你不好 你以前是谁跟你做饭呢 我现在就是工作了 我没那么多时间了 你知道做工程多累吗 不是你只看到 外面的光心量 在这一层行吗 工作这么累 工作这么累 除了一个朋友聚会 你还说我呢 为什么我说你 给他打电话 他不接 我十二点半的时候出门 你三点就让我打电话 不是你们说的 就是十二点 是中午十二点 中午十二点的时候 晚上他从三点 给我打电话 一直打到我手机关机 就把我说 也打没电 晚上就刻着 我朋友电话使劲打 知道哪个打哪个 你私家侦探呢你 你不知道我在担心你吗 不是你打中午十二点 你担心什么呀 我最起码的了解 他的动向啊 不是人家不是说 去聚会 但我当时在家里也很无聊 我就是想打电话问候 你在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 你打第一个电话 我就猜透你的心思 所以我不接你电话 你不用说那些理由 那不是理由 我就知道你怎么想的 你就是不放心 就是小心眼 我小心眼 在外面有的男生 抄你要电话号勾引你 那就 抄完电话是我说呀 我让他抄我要的 我说你抄我要电话号码 我刚才说的呀 人家自由我能控制吗 我给了吗 我们是不允许跟乘客 有留电话号码这种行为的 谢谢你不要再这么说了 行吗 反正现在无论我做什么 在你心里永远是错的 对吗 你做得对吗 磕着我朋友 使劲骚扰打电话 人家用什么眼神看我呀 人家别人的男朋友 跟你的岁数差不多大 小人家最起码 有一份稳当的工作吧 你呢 那你知不知道 小孩啊 在我家楼下守着 然后我爸妈过来来看我 他不知道 然后我爸在里面咳嗽两声 他以为里面有别的男的 这可好 门铃使劲的狂暗了 喷冲进去之后 一看是我爸傻眼了 那进去之后呢 我爸可劲搞我状了 什么我夜不归宿啊 不回家呀 找什么不干不敬的男朋友啊 怎么爹 我有过吗 害得我爸禁足我三天 不让我出门 原因在那里 原因是我给你打电话 你不接 我在你家楼下等你 去我家楼下该干好啊 去我家干好啊 去我家干好啊 好好好 老两口没心脏病 先不被你吓死啊 行行行行 我看你们其实也还是挺甜蜜的 别吵了 别吵了 有这么甜蜜的吗 我出去买杯咖啡 服务员多问我了 就过去那种棒就这么一拳 给谁 服务员啊 那服务员说你什么了 小姐 小姑娘 你长得挺漂亮的 她为什么说你漂亮 她凭什么说你漂亮啊 不是挺好的吗 你不觉得骄傲吗 我觉得她在勾引我女朋友 找风姐那样的 那要命了 找风姐那样的咱找去啊 我没拦着你啊 好吧 我承认 我有时候做的不好 你承认啥 每次都说你承认你承认 你给我说对 你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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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你们俩别吵了啊 我问你们答行吗 行 你是来希望她别走的 对 我就离不开她 我心里现在还有她 你希望她做什么样的改变 或者对她有什么样的要求 你就不离开她了呢 这个希望和这个要求 我已经说了无数次了 没有100遍又99遍了 但是她每次都说改 行 我改 我改 写保证书按了手印 还是改不了啊 不不不 我们不是一遍都没听过吗 你再当着我们的面 再说一遍 第一次保证书写 小西对不起 我知道我错了 我以后改 我保证改 我肯定改成我的缺点 我说缺点我知道了 我一定改 改我的缺点 没了 后来我给她写一份保证书啊 我说你就按我再念 念了之后你发誓 按手印签名 能改不 她能改 我说最后一次 她说最后一次 我说第一 找到我人生的方向 我努力地去工作 为了我们的以后 为了我们的家 我不只看现在 我知道 我相信你不会离开我 我也不会这么去监督你 去骚扰你 作为一个男人 我应该有一个 顶天立地的事业 我应该去拼搏 去奋斗 给我未来的妻子 还有我未来的家庭 都有一个很好的保障 这是第一点啊 对 那第二点呢 第二点 我不再有什么粉红控啊 逛商场的时候 我决定不会像一个小女生 要左是右是 左买右买 完了之后 跟你斤斤计较 第三点是 我不在公众场上 做一些 就是什么美甲之类的 这些活动 美甲啊 美帖啊 挤背头啊 谁能接受啊 那规定男士不可进入了吗 你看你还改不了 上次你这签字了不 写大名了吗 但是我是美甲吗 我只不过修下指甲 你行了行了 还有第四条吗 第四条是明天开始 做一个全新的自己 没了 按手样 我觉得这四条 加在一起 不就做一个 堂堂正正的男人吗 不是这么点事吗 但是谁规定了 说一个男人不能美甲 谁规定了一个男人 不能穿粉红色的衣服 还化妆呢 我对他很好 他永远不记得 还化妆呢 我肯服 你还化妆啊 化 人家说了 女的化妆 男的不能化妆 姓你化妆 不姓我化妆 姓你买衣服 不姓我买衣服 总长我做比较 真的假的 其实也谈不上 他所谓的化妆 偶尔擦一下 就是男是那种护肤啦 像什么大宝之类的 最普通的了 大宝 这怎么叫化妆呢 眼线化妆 我问你 你告诉我 看不出来 眉毛修了之后 说明后面一点短 有没有补过一点 补过妆 是吗 就是 是吗 有这回事 有这回事 他总是发一些 什么韩剧的照片 放在空间上 上面写着 以后要是我老公 该有多好 我打扮的 为什么给你 给你看 那你咋不说 我还发过 看了KT 我说这哈喽KT真可爱 我真喜欢哈喽KT 你能满意儿来 你咋不变个哈喽KT 给我看呢 我不是都是为了你吗 你说这么幼稚 我能再给你继续下去吗 你现在站在这 你都不说过 我对你的好就是幼稚 对你不好就不是幼稚 不让拉倒 能不吵了吗 不吵了 没必要 真是头晕了 你们俩一人让一句吧 下面你们来 看起来很乐 你要仔细分析 还有点小苦涩的 来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我也有很多粉红色的衬衫 而且就在昨天 和编导们去吃饭 到了海底捞 然后那儿不等位的时候 有那个 做美甲的吗 几个女孩让我去做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但是过度的爱美 就不是一个男人 应该做的了 我认为我都 我爱美 行 这么着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想跟她做闺蜜 还是想做她的男人 当然想做她的男人了 可你看看你做的件事 男人才跟着个小字 是真的 小男人 你能不能听我说 好 我不说话了 你看你做些事 化妆 跟她一块吃零食 还告状 这完全都是 姐妹之间干的 老师 老师那个告状 也可能是大家 我们没有清楚 我认为不是告状 我提个要求行吗 老师提问你们回答 老师不提问 你们就别打了 你们没发现 这两个人吗 他们俩是长了嘴 没长耳朵 你们先学会倾听 来来来 先说做男人 男人呢 幼稚的时候叫男孩 我在家的时候 对我老婆也很幼稚 但是分清楚 对某个人幼稚 不叫幼稚 但如果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这些人 都会幼稚地去表现的话 那你绝对就是幼稚 幼稚表现 最重要的就是 没有责任心 沉迷游戏 很容易冲动 不计后果 比如去打那个 服务生 这都是你幼稚的表现 所以要先让自己成熟起来 对的是不错 两个小时 为他买肘子吃 自己只吃到骨头 但是这些爱 真是他所需要的吗 我认为我对的好 是你作为一个男人 给他的安诚感 又忘了 你根本就听不进去 任何人说话 包括他的话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需要什么 肘子和工作之间 他更看重美了 你慢慢地能听进去 他说话 慢慢地知道自己 如何作为一个男人 不再幼稚 这会说明你长大了 长大的人才有权利 去谈一场真正的恋爱 女孩 要看看自己 有什么变化 老师如果假如说 他的缺点对我的好 但缺点加以后的缺点 我还是嘉奖 去表扬 他会变本加厉的 如果他的一个 所谓的带以后的缺点 在你看来 他其实背后 是对你的一份爱 只不用错了方式的话 你应该既鼓励 然后要指引 在一定程度上讲 女孩其实是比男孩 成熟得早 同时你工作了 他又没有工作 你们之间的差距 就已经产生了 这会儿如果你真是要 和他一起 创造幸福生活的话 你就要教育 我教育了 我教育一年了的 用他听得去的方式 教育 在饭馆里的摧菜 你说不要了 比快点上更管用 对吗 你可以给他一些强力 告诉他现在马上面临毕业 工作在现阶段是第一位的 如果你不能去付出 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的话 那我们就分手 你不是说你不愿意分的原因 是因为以前有特别美好的回忆 在一起吵架 美好的东西吵吵吵吵到最后 你所有的这个最甜蜜的记忆 你都会忘掉的 生活就是柴米油盐 你没有给一个女孩子安全感 你知道吧 你先把精力全放在爱情上了 你想想你下半生 你该怎么办 如果你很强大的事业 很独立的个性 他怎么会非要离开你呢 我觉得他总之 抓着一个很小的一个点 很小的一个缺点 但是所有的公共生活 就是用点来待面的呀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柴米油盐的时候 他就是小点 没有永远的大爱 如果你天天给他画那么多心 那不是过生活啊 小伙子 他是需要安稳的家 姑娘我跟你说 为什么他会 喜欢粉红啊 做美甲啊 住次跟着你 住次的 我告诉你原因 有一个心态 他崇拜你 所以他在模仿 他在跟随 很多你做的事情 他也要试一下 我做一下 你去哪 我也要去一下 你对他那种感情 是谁对谁的感情 知道吗 是小姑娘对大叔的感情 他是就是那女大叔 你就是那个男小姑娘 你们的关系错位了 可能在刚开始 两个人还在学校的时候 这种错位的爱情是可以存在 为什么 因为有激情 有浪漫 那时间长了呢 他嫌弃你 嫌弃都是因为有对比 为什么大学毕业之后 大学里的恋爱延续不下去 因为人生改变了 一个人进入了社会 有了对比 我告诉你一句话 对别人好 是留不住爱的 对自己好 才能留得住爱 当你慢慢蜕变成 一个大老爷们的时候 他从一个俯视你的角度 变成仰视你的角度上 这个时候 你才可以留住 气场 工作 学识 这些种种种种加在一起 就是男人自信的来源 你现在一点自信都没有 多可悲啊 女人有多爷们 男人就有多娘 正是因为这个男人 逼着这个女人 不得不爷们 你要做事情 不是去跟踪她 你是要让自己 那整个人生 开始一个新的阶段 她的人生 开始新的阶段 你的人生呢 还停留在肘子阶段 忘掉肘子 抛掉这些 从明天开始走出去 找工作 堂堂正正地做个男人 告诉别人 你是东北的大老爷们 垃圾 是放错位置的珍宝 敌人 是站错立场的朋友 我反对陆起的观点 他们俩都没错 小男人怎么了 就有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并没有坏性 他们倒有他们的细腻之处 是有点娘 但是每个人 有自己的选择 你想想看 一颗种子 在土里边 它会发芽 在岩石里面 它会死掉 一粒沙子 在沙滩上 它只是粒沙子 它要是在贝壳里面 它就会是珍珠 我的意思是什么 这两人根本就不合适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你做再多 我都不认为 会是一种好 反而会讨厌 女方 对方只是因为对方的细心 而慢慢地走在一起 久而久时形成的习惯 我也有爱过 也许不是爱是感情吗 感情是可以培养 爱情是不可培养的 好人是可以培养的 爱人是不可培养的 什么是爱情 总是一言难尽 但是爱与不爱 你难道不冷暖自知吗 你对他有感觉吗 有 那为什么你对于他 种种对你的好 你都是一种贤奇的状态 其实在我打心眼里 并不是说不爱他 但是心里有一种 恨铁铺成章的样子 我要不想跟他走到以后 我不会在乎那么多 我只享受我的现在就可以了 但是它是你喜欢的 那个样子吗 它虽然现在不是 但是 你认为它以后 可能变成你心目当中的 大老爷们样子我告诉你 永远不可能 他最多比现在更坚强 更懂事 更知道珍惜自己的事业 但他的行为举止 乃至于审美和人生态度 他始终就是这个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就会比女人更细心 他就会比女人更感性 他没有像大男人那样的胸怀 没有那样的励志 但他做错了什么呢 如果要说错 我只发现你们两人 只有一点错 男方的一点就是什么 两个人的问题 就是两个人的问题 不要扩散到对方的父母那儿坠 很八卦 女方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你虽然不喜欢别人对你的好 但是你要理解她的那份心 如果要说错 错的不是你 错的是你们遇错的人 就这样 其实有的时候 就是各花入各眼 大家都有自己爱的那一部分 因为你们一直都在气头上 没有很认真的沟通过 只需要简单地想几个问题 然后去做表白 第一个 我觉得女生可不可以要求明确一些 你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她不一定就是说非常的优秀 但最起码她有一颗上进的心 有一份稳定的职业 我真觉得我说这些有些没必要 因为我在私底下跟你不止一次两次的说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可以不用说 你们自己表白吧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心里还是有她的 我还是放不下她 回吧 想想看能不能做到 谢谢你 请回 来 两位 来 请关门 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看不看好他们 看好是赞成 不看好是反对 来 各位请选择 现场83.33%的观众朋友 不太看好他们 大家看到这个情感里的问题了 来 我们来看一看吧 各位一起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请开门 我认为呢 我是放不下的 问你一个问题 他要的那个男人你做的 我认为我可以 先做好再推他 好 去吧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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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的分开 其实挺好 留意更好的回忆可能会更好 然后他经过他的恳求 他爸爸妈妈同意我们在一起 只是说给我一年的机会 让我证明我能拍得上 在这一年期间 他换了很多次工作 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希望 所以我觉得不想再浪费彼此的时间了 一年之约 希望一个人在一年有一个崭新的表现 他们好走在一起 但是这一年之约让女生失望了 接下来我们掌声把这对年轻人请出来 来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任23岁 来自黑东江职业销售 女主人公小任22岁 来自黑龙江 她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欢迎哈 还在读书是吗 对 今年毕业 你已经工作了 工作两年左右了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一个老家的 说说这一年之约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是在我家认识的 来到北京之后 他拧我去见他爸爸 然后他爸爸就特别反对我俩在一起 经过他的一代的劝说 他爸爸同意了给我一年的时间 为什么反对啊 可能觉得咱小伙儿文化不是特别的高 你什么学历啊 我是高中 然后家庭可能也配不上他呗 就不让 那这一年之约的约定内容是什么呀 让我在这个一年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 工资得月薪五千左右 而且还得有五千一金 父母怎么会提出这么个要求呢 就是当时是想让我去相亲 但是那个时候我俩也是一直有联系 我就把这个事跟他说了 他一开始是在老家 后来他听说这个相亲的事 他就把老家的工作也辞了 然后跟他的父母说 来北京找我 当时看见他挺感动的 而且那个时候也挺喜欢他的 然后我俩就在一起了 但是我爸特别的反对 觉得他高中学历 而且刚来北京又没有一份正当的工作 不让我跟他在一起 我劝说我父亲 他就最后就是说给一年的时间吧 那你在这个小片里说到的失望是指什么呢 这一年之内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了 有太多的东西我都接受不了 一开始还行 挺有上进心的 但是后来做什么工作都是 做不到两个月 然后就换了 我感觉他特别的没有耐心 我跟他感觉就是看不到什么希望 要说他父亲还是一个挺聪明的父亲 这一年多你都做了些什么呀 小伙子 刚开始听我朋友说 开这个勾机挺挣钱的 在北京就找了一个工地 因为刚学这个嘛 肯定是说手法不行啊 领导也总说 一天时间特别的长 早上得五点多钟六点钟钟就起来 天亮了就得干活 下午得晚上六七点钟能下班 一天十多个小时 而且吃的也特别的不好 每天都是葡萄白菜啊 还没有油肉还没有油 睡的也特别的不好 很多人都睡在一起 但是别人能干能去吃那个苦 你为什么就不能啊 坚持不了了第二份工呢 第二份工作去推销这个车险 他推销车险连坐了一个月都不到 他就不干了 刚开始推销车险 我觉得这个应该能挺挣钱的吗 现在车这么多 就是说去干了 就是根本就没人搭理你 你去看去 就是说你给人递这个宝单 的时候人家看都不看 看了之后就扔了 更受打击的是 很多人太可恨了 就是说他填完一般资料之后 在姓名栏上填上 姓名是你大爷 就特别的气氛中 为什么要受这个气啊 但是别人怎么填 是他们素质有问题 你只要做好你自己的工作 不就行了吗 你在乎那么多有什么用啊 他也不挣钱呢 总在这儿靠着 还保不出去单 根本就不挣钱 我为什么要在这儿靠着 那你当初选择 做这个职业的时候 你怎么没想这么多呀 因为我不知道 我也没了解过呀 第三份工作是什么呀 我问问 第三份工作他跟我说 他在做这个房屋中介 然后有一次呢 我跟我同学去逛夜市 我就看见他在那卖手机壳 我当时特别的惊讶 我觉得他怎么能瞒着我 做这种事儿 我干了半个月房屋中介呀 那你为什么辞职了 不干了 你也没跟我说呀 你想想想 刚去干房屋中介 你没有客源 你也不挣钱啊 你就是干什么都坚持不下来 那房屋中介 别人做的都挺好的 你为什么就不能坚持下来呀 我也想坚持 刚开始都不挣钱 咱在北京吃什么喝什么呀 给你一年的时间 让你去坚持还不够吗 你现在做什么 我现在没工作 就是因为他父亲的这个建议 把你们这个肩部的爱情堡垒 从内部就给炸开了 自从我把他手机壳都扔了 不让他去摆了之后 他就每天在家打游戏 也不找工作 然后我每次叫他吃饭呀 或者是什么 我把饭都做好了 叫他吃 三请四请了 他都不过来 你为什么这样呢 总跟我提的话 一年制约一年制约 谁能受了啊 那还不能同学喝点酒 喝酒 喝到很晚才回来 然后回来了之后 跟我发脾气 摔东西 这样的日子没法过了 我觉得就有压力 才能有动力 让你去前进 让你去上进呢 压力太大就压趴了 你根本就没有去努力 你怎么就知道 压力大给你压趴下了 我怎么不努力了 我也努力了 你努力的成果 就是每次做一个工作 然后两个月不到就辞了吗 不准备着急 我再问问他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我还想去干 就是说销售这一类的吗 那你失业期间 有没有学习点 销售方面的知识呢 看了点视频 就是说销售这方面的 你快得了吧 你每天在家只是玩游戏 你还说你找什么工作 压力连看我都没看见 要不然就是出去喝酒 你应该鼓励他你知道吗 那你就鼓励我呀 但是你每次工作 你都做不长啊 我怎么鼓励你呀 我也想做长啊 但是他也挣钱啊 都不挣钱啊 你根本就坚持不下来 别着急啊 小伙子你觉得 你被压力压趴了吗 差不多了 特别累已经 你觉得他父亲 当时提那个要求 得心目的是什么 可能就是想拆散我俩吧 让我 最起码让我证明啊 我证明不了了 我发现 那就说你现在认怂了呗 我没认怂啊 但是现实太残酷了 好吧 那你现在觉得 你父亲当时所看到的 这个小伙子 说他不能给你一个 很好的未来 你觉得他的看法对吗 当时我觉得他挺有善进心的 在家里的工作也挺好的 他说他为了我 家里也是在工地里边开铲车 但是来到这边的时间 都特别地长工作 跟家里边都不一样 吃不了这苦 我觉得他再这样下去 我就没办法跟他在一起了 我也不想浪费彼此的时间 他如果再这样的话 我感觉我接受不了了 这个资料上说 你今年大四对不对 对 我快毕业了 很快就要毕业了对吧 对 有着落了吗 还没有 我开始投简历了 有压力了吧 有压力啊 以前我挣钱的时候吧 我还感觉没有什么 但是两人生活也挺费劲的 但是现在他要是能挣钱 真的比我多的话 我感觉我也怕坚持不下去了 尤其是他父亲 还有他母亲这方面 给他压力特别地大 好 事儿听得差不多了 这一队看看大家怎么帮 一起进入秋彼特问卷 如果我们把一年之约比喻成定时大战 有的人一直都在努力 直到最后一秒 咔 这个危机解除了 那就是一线生机 如果换成你 你就在等死 我也是这么想 天天都感觉 满明天就是这个一年之约了 我感觉我跟他就要分了 没有动力了都 那干嘛非得耗到一年再分啊 直接就分了吧 我见到他的时候 就从第一眼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的 根本就不想放弃 不想放弃你做什么 我们看到的只是你在放弃了 一份又一份的工作 而你也知道 那些工作可以带给你 你们俩的未来 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呀 不努力 你有什么资格 说你找不到好工作呀 我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我很佩服他的父亲 也可能他的父亲 通过他的阅历 看透你代不给女儿 幸福的未来 所以给你出了一个考题 其实这个考题 他目标也不是 非常的难以触及 我想到一年 你交答卷的时候 可能我们不要求一百分 你可能是一个六十分及格 但是能让人家看到希望 他有这种付出 有动力 有勇气 有一定的能力 所以他可能会让你 通过考试 但现在根本就没有去 尽心地去做答案 你就放弃了 抛出爱情咱不说 回到一个人 在社会当中的 生存能力都没有 你怎么能顶天立地 做一个男人呢 所以小伙子 自己要有勇气 不要怨现实太残酷 不要看不起那些 可能现在阶段 你收入很少的一份工作 因为他会带给你 一个能力的锻炼 同时还会给你未来 女孩 其实呢 我觉得你有一点点的问题 不是把你们两个人的压力 让他一个人承担 你要显示出为了这份爱 我做出了什么 我做的努力在哪 父亲真正的意图在哪里 我也有跟他沟通 我也在鼓励他 你怎么沟通的呢 你怎么表达自己立场的呢 我只是告诉他 不要觉得压力这么大 不管是他 只要是能努力的话 我会跟他一起去面对 我父亲的任何的问题 你做的真像 你说的这么完美吗 那我问你个问题 他卖那手机壳 难道有错吗 他是没有错 但是我接受不了他隐瞒我 这是两件事 绝不能混为一谈 他隐瞒你是另外的一个事 他可能理解 你不希望他做这种 没有体面不稳定的工作 但是你为什么 把他手机壳都给扔了呢 谁说手机壳 就不能造就一个一般富翁呢 以前我是做手机的 有很多的代理商 都是从卖配件做起的 你为什么不能换位思考 给他更多的支持呢 不光给他压力 要给他支持 不光把问题抛给他 要帮助他一起解决问题 这是你们俩之间 要解决的最大的问题 如何一起面对这个 但是自从那次以后 他根本就不去找工作了 每天出去喝酒 我是特别忍受不了他 我每天在家做好的饭 等他回来 然后他都不回来 很晚才回来 我做饭怎么了 我每天给你做这个 做那个的 我哪不对了吗 对 你做饭 这顿饭淡了 然后我说了鱼淡了 你下顿饭 你能给我放半盏盐 整个就一咸菜 我要说明 你咸蛋了 我给你加点盐有错吗 我这不也在改吧 你那不是加点盐呢 我就觉得他们现在年纪人特奇怪 好好的大学不读 谈恋爱也就罢了 结果还过起了小日子 你们要都这个 你们怎么立足于社会呀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俩中间是两个问题 男方的问题是无法处理自己一个男人生存的问题 女方是没有好好地处理恋爱当中的那些琐事的问题 如何去面对困难 如果你们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所有的都不成为问题了 我觉得很奇怪啊 现在那个在城市里面找一份稳定工作 你所算是一个难如上青天的事情了 高中是怎么了 寒寒不高中退学吗 那个那个马云不从中转吗 我们学了都差不多 读书的年限几乎差不多 我就比你多读两年书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你知道我读书的时候 我从高中开始就要每天要写多少字吗 在我出第一本书之前 我写了四百万字 fake 我在我学传媒这几年期间 每天都在电脑房里面度过 所有的钱把吃饭的钱省下来 就去学什么 学三维动画 为什么 为了我毕业之后能找到一份工作 因为我个子太爱 我不能扛摄像机 我们那个专业就是学这个 一年时间 他爸给你的要求高吗 摸着良心手高吗 你觉得他爸难为你了吗 他爸已经是为这个女儿 已经妥协到这种程度 你只要有份工作 我就接受了 就连这么一点点小事情 你都做不到 为什么 做男人怕没心气 你就是胸口没内骨气 一个男人的尊严就是要争口气 你现在没有尊严 因为你把那股气丢 一个男人成功的秘诀 就是一直坚持去做他干 到羞愧的时期 推销我也干 广告业务我也做 图老师也是干销售出身 谁没做过这个事情 谁没有被人指着皮子骂过 凭什么你不行啊 没有心气 你觉得你现在可以躺着了 有些人的大男子主义 那是我就要挣钱 我就要养家 我就要对老婆好 这个大男子主义我是赞成的 你能够照顾老婆照顾家人 但有些大男子主义是什么 是耍赖皮 我就不行 但你就得给我做饭 我就在家待着 你就得养我 这就要叫大男子主义吗 这叫耍无赖 你想做一个无赖吗 不想 最后我要跟男生说一句话 临渊陷于不如退而结往 如果我站在你这个位置 在这一年里面 我会花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 去参加某一个事情的培训 然后再通过这样一个培训的事情 再去找到一份工作 就好像我刚才说的 一些电脑的培训 或者说一些技能的培训 为什么不去学习 学习知识跟学历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先学再去做 时间来得及 就像大家所说的 女方的父亲对你的要求真不高 没有刁难你 但是在你这儿 可能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和很多男人的一个错误观念 就是男人的事业 是为家庭为爱人 错误 男人的事业就是为自己 不要打着那什么幌子 我挣钱都是为了家里 我挣钱都是为了你 因为我们之间的爱压 对我气喘吁吁 不是你的事业只是为了你自己 你不找他了 你将来不成立家庭吗 你不找他 你就不要事业了吗 你就可以不上进吗 你就可以不找一份 稳定的工作往上走吗 不是吧 对 我刚刚开始开网吧的时候 每天在那网吧外面 拿这个水龙头冷水洗澡 就穿了短裤 然后外面大学生女生走来走去 人的生存空间是两条线 一条是你的能力 一条是你的忍耐力 你要是能忍所不能忍人所不忍 你的生活空间就比别人大 既然你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境遇 就不要再冲公子哥 凭什么你忍不了做别人能够做的事情 凭什么你就吃不了苦 既然你当初能够勇气可嘉地 从远方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为了他而远走他乡 为什么在你每次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想到自己当初来这儿的原因 老王家的驴掉井里边了 那驴直叫唤 老王想尽办法叫邻居来 把这驴想弄上来 就是弄不上 最后老王想想 反正这驴也老了 干脆把它活埋了算了 结果一蝉土一蝉土地往下掉 这个时候驴不叫唤 他发现那驴每次把身上的土 全抖下来 抖在地上 然后踩着那个土慢慢慢慢地 驴就上来了 生活的压力就是那一蝉一蝉的土 你要是不把这些压力踩在脚底下 你怎么可能往上走 所以你会刚才赵川问你说 你说哎呀我已经压趴下 你就不知道抖一抖 想尽办法把它踩在脚底下 来缓解这些压力 女方其实我认为你 去去去去去有一点 把这个摆地摊 看成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 你内心应该有 因为从她的语言当中说 她刚才是怎么形容上 她说她怎么能干这种事 不可否认的 你肯定有小小的原因 是因为你看不起这个事 第二点 就是刚才去为所说的 每当当女方家的人 向男方提出某些要求 像类似于这样的一年之约的时候 其实这个压力是你们共同的 而不是她一个人 虽然你说我鼓励过她 我为她考虑过 为她做饭 虽然我做得不好吃 等等等等 但是其实你并没有做到共同进退 你尝试地想一想 如果你是为了她而远走她乡 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你认为你能做到什么 应该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跟她一起面对 你要知道 如果一个男人为了你一个承诺 而远走她乡 那么你的那个承诺 就是她的家 她就在那个家里边待着 所以你要更可能地去鼓励 用温柔的方式去激励 这个台本的名字叫一年之一月 所以我们生活当中 有很多个所谓的约定 也有很多个所谓的承诺 其实如果让我自己努力来想想 我在我自己的人生当中 我给自己的承诺和约定 我有多少都是实现了 没有实现的时候 我是因为什么而妥协而放弃的 其实我想想 就是最后的那口气 而一口气没上来 结果就放弃 但是放弃了之后 你再要实现这个想法的话 你要花出比原来多出一倍 甚至两倍 甚至三倍的时间 我依然认为一个父亲是智慧的 要劝人和 就劝他分 要劝人分 就劝他合 特别是那种有过海事山盟 就想拧在一块的 就用困难来制造他们生活当中 彼此之间的合理 你找到了工作也好 你找不到工作也好 我女儿都吃不了 你如果要实现这个诺言 只有踏踏实实感 好吧 鼓励你就这样 我问你 你就是不工作 你生活 你吃饭怎么办 哪来钱 偶尔也干点活 就是说 偶尔是什么 就打点小林宫 对啊 那你就接着打呗 你就把他干起来呗 先找一两千的 三千的慢慢干 还有这个妹妹 我觉得你俩太小了 谈恋爱没有做好准备 你们俩都没做好准备 就一腔热血谈恋爱 不管未来 也不管现在活在当下 我们该怎么办 你俩还是分手吧 你俩还是分手吧 你俩摇头 不分 不分你给人挣五千啊 一个月 明天我还向公地干 我 你又是明年啊 人家他爸都说了 给了明年了 明天 明天 明天啊 不错 这我鼓励你 技术公众 那你就加油了吧 你鼓励他 你愿意吗 只要他坚持的话 我都可以接受 坚持 我肯定坚持 对着镜头 做一个知识 勾机中的战斗机 Oh yeah 勾机中的战斗机 Oh yeah 记住那句话 每一个人的工作 其实只为自己 不要说 它是为了别人 因为如果你要在社会上 有自己的一个坐标点 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 不管是男性 还是女性 你们都考虑一下 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坚持 再把那句话说一遍 怎么说来着 勾机中的战斗机 Oh yeah 想好要跟他怎么表白了吗 好来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现在就在公开 这就是我们的战斗机 那我们的战斗机 是说到你们的战斗机 是什么 我那么对 可以再来 我再来 那一样 我说的 我们的战斗机 我们的战斗机 战斗机 我们的战斗机 对 我们得到 我们的战斗机 我们的战斗机 请回吧 好好考虑一下 谢谢你们 来 请回 来 请关门 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他们俩能往前走吗 你们看好了 来 各位请表决 现场85.7%的观众朋友觉得 哎呦 这两个人看好 大家做了这样一个选择 实际是希望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在一起 我们来数五个数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开门 好 行了 年轻人啊 来 来 来 我跟姑娘解个问题吧 未来可能三年之后 你的工作会越来越好 你的社交圈会变得越来越好 因为其实大学教育里面 最核心的一部分 是改变人的社交圈 而未来三五年可能 他就是一个要冒着风吹日晒 在工地上开勾机的一个工人 你的朋友说 你为什么非要跟他在一起 你扛得住吗 我不会在乎那些的 再说一遍 不会在乎那些无所谓的东西 真的假的 真的 听见了吗 听见了 我再说一遍我们订婚的含义啊 是从今天起 我们抛弃过往的一些成见 我们希望从今天开始我们约定 我们以结婚为目的的开始谈恋爱了 这个承诺你们自己能做吗 能 他可以给我承诺的话 我当然介绍 来 有请小花童 感谢杰莉亚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 一个订婚的套装礼盒 他们想说 要把这份礼物送给你心里最在意的人 这就表达了你对他说 爱要有你才完美 来 各位我们一起来见证 这个神圣而浪漫的时刻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很好的生活 我以后不会再那样颓废了 我肯定会改的 你以后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坚持给我看 行 亮灯吧 这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要不接个吻 他们都不不找你 接一个吻 给留个影呢 既然要接一个 就要接一个热烈的啊 来 我有四 三 别 别 你把它抱下去 重量就是幸福 祝他们幸福啊 这个生活其实就是这样的 你只要愿意使出那么一把的力气 坚持下去 美好就在等待着你 我希望今天可以变成 男生人生转变的一个起点 接下来请我们的老师 再一次地给电视机前 更多的观众朋友 来奉献他们的智慧 我们一起进入 杰利亚爱情保险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